大角咀近年由舊樓群變成一個新的社區 再配合道路美化工程 為此帶來一個暫新的面貌 成為一個新的文青熱點 當區集合了眾多特色食市和商店 不時還會舉辦創意市集和節日活動 令整個社區變得年輕有活力 交通的配套亦非常強 因為一個站可以去到九龍站 九龍高鐵站上去興建一個巨大的商業群 和購物商場 相信未來的前景很受禮 兩個站可以去到中環 中環是一個傳統的核心區 很多白嶺或高端收入人士都很喜歡住這個區 因為是交通方便 以投資的角度來看 這一區絕對是值得長線投資 第一去圍住市區 現在大家都知道市區的地亦都越來越少 亦都不會有這麼大幅的土地 可以讓發展商重新來一個規劃 重新去做一個打造 它步行十分鐘 可以去到附近幾個大型的商場 或者下去旺角傳統的購物區 另外第二樣東西亦都輪近奧運站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奧運站的延伸 因為奧運站的發展配套 都非常完善 變成很多奧運站的分支家庭 或者客戟二代都喜歡租回 或者在這裡買單位作為一個投資 一來回家亦都方便 而新的發展商下來 重建這幅這麼大的土地 亦都引進了這個步行街的概念 它將不同的期數 就用這個商場作為一個連貫 未來這個社區 陸續重建做好之後 我想絕對是換言一身的 由恆地發展的社區重建項目 利奧方一餘即將登場 究竟今期和之前幾期有甚麼分別呢 利奧方一餘 是利奧方系列入面 最近港鐵奧運站 和最林海的一期項目 項目交通配套完善 和高鐵西九龍站只差一個站 除此之外 只需乘搭兩個站 就可以去到港鐵香港站 直達港島和九龍CBD 利奧方一共分七期發展 而利奧方一餘 由兩大日本殿堂級設計師打造 延續Arte Green的設計理念 大大提升了當區的藝術氣息 利奧方一餘合共提供614個住宅單位 護形多元化 涵蓋開放式至三房 實用面積介乎184至800平方尺 根據售樓說明書顯示 大廈分為一座以及二座 平面圖上可以見到 樓層布局呈蝴蝶形設計 項目預計關鍵日期是2024年5月29日 留花期大約兩年 最後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起來 明天 Deus Albion £45 還有新召名 Profession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